接下来我们的天生会 唱歌是吧 他唱我们那个年代的歌 红日 红日 哇 肯定他爸喜欢唱这首歌 带动作的啊 明望就算丁会流泪 明望就算曲子 明望就算恐吓着你作人会催眉 别流泪心 竟然敢不应舍弃 我愿能一生永远回顾你 可以了可以了 我告诉你 你刚才我心绿不起 我真的是有一种绝望 来我们进入职场青山课堂 我估计他这个题应该分挺高的 这孩子情商应该挺高的 看好 这个年底了 我打算呢给你们发一笔奖金 但是呢 你和小林呀 都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员工 但是你也觉得咱们公司今天效益不好 钱呢就这么多 你俩评分也不合适 你说这个钱我应该怎么分呢 领导把这么难的问题猜给我 这钱我是要还是不要呢 我觉得领导好聪明哦 我觉得领导能跟我说这句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钱应该让出去了 因为他找我聊这个事吧 所以你许你让出去 不要了 对对 一生都不要 可以先让出去吗 因为一般年中 如果第二次他又这么来呢 第二次我表现好点 说明他下次就找另外一个人聊了 第三次呢 第三次他可能他就不早了 他直接给我了 全云他刚才回答 我确实情商不错 因为在职场里他这个年龄 能反映出我先舍 未来才会得 这点是我在你身上看到的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啊 然后当下也本身 我们也是有这个活动港的 然后在你身上我看到一个人 就是特别有趣和创意 因为做好一个活动策划 其实有趣创意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特别就是疑虑的是 你没有长久性 你现在就是凭借你的心情随意的 我想转行 因为我喜欢了 那你会不会坐着坐着 你又想跳到别处去了 其实也不会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 都是在那个行业 不是说稳定性不好 就是 那个行业其实就是这样的 诶 吉云你是因为觉得 自己不太适合做销售 或者不想做销售 这就说了 你不太适合做销售 还是你不太适合做销售 所以我怕你会帮你 我还会帮你 你不太适合做销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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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